OK兄弟们大家好 今天的话给兄弟们解说一波剑会的一个三宫的一个顶级对决 对面的话画碗的一个三宫队伍观战方的话 没限三宫加超级 就是也是一个三宫的一个混合队伍啊 对面很少见啊 我第一次看画碗开地震 对面的话是开了一把地震 三宫打三宫的话开了一把地震 观战方的话有一把鸟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鸟阵打地震其实怎么讲呢 你说鸟阵优势非常大吗 也不见得 因为鸟阵本身这个阵法不提升伤害 对面的话这个阵法的话有双看 其实这个10%的话我觉得 也不是那种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他这一把鸟阵有优势的地方在哪呢 他的地府拿到了一个辅助的一个一所 物理系拿到了一个物理系的一个一所 所以说的话 可能对面物理系倒地之后 那会比较难起来 而且辅助门派的这个大特技啊 可能也不太好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对面的话开局 点倒观战班的一个物理系 点倒的话是斯托领啊 一般三宫团队对点的话 点斯托领的话会比较多一些 因为斯托领这个门派速度又慢 尼泊城的话可以加敏捷 斯托领的话只能够全力 两边的话都是影工凝终鸟 高端的凝终鸟的话都是有高级毒 兄弟们千万别买那种没有高级毒的凝终鸟 观战班的话一把攀观力 对面的话继续出了一把163没有死 对面的话滑身提前破甲 尼泊城走的是一把金套 观战班的话有物理速度啊 就是有点肆无忌惮啊 对面有一个二宿的尼泊城倒地之后的话 观战班的话是一个物理一二宿 那有物理一二宿 对面一旦物理系再倒地的话就 比较的不舒服了 就再倒地 那你配速的话是肯定是拉不起来 你龟速的话也不一定好拉 因为你厂上面没有那种 呃纯规速就是 都是这种龚宝宝 那那你龚宝宝的话 得看脸背的龚宝宝 哪个哪个更慢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脸背的龚宝宝 哪个龚宝宝最慢啊 好像是观战班这个地府的宝宝更慢一些 OK对面的四号位 宝宝也挺慢 那四号位的宝宝可以拉一个 对面这个宝宝可以拉一个 那其他的宝宝的话 都不是特别慢 可能会被观战班的宝宝 守住 观战班的话地府直接开鬼眼 要亲对面的一个隐功 对面配速的话不敢拉呀 就是观战班物理一二宿 你配速一拉的话观战班直接锁拨 而且他不是一个宝宝宝宝宝 两个宝宝宝宝宝宝 你得神又年把才能出手 尼泊城的话直接翻箭倒海 那还好 还好有一个尼泊城的话是没有鬼眼 比赛的话第三回合 哎呦化完 三回合倒了四个 而且地府的话是没有能够拿得到辅助技术 关键盘的话是有一个鸟头位 你可以看得到 他这个宝宝最慢 他对面没有能够起来 他三号位的这个宝宝的话 应该是可以拉起一个物理血 其他的宝宝的话 好像是关键翻的更慢一些 那没有化身 舍不了地府 这个地府的话也回不了血 这的话给地府一把笑 地府的话直接出宝宝 出来这个应该就是那种纯规属 比赛的话第四回合 对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对面要怎么样才能吃呢 对面要斯托宁 现行关键翻的地府 封关键翻的特技 就是得有铲上面得有两个归宿 一个归宿拉斯托宁 一个归宿拉地府 好吧斯托宁现行地府 对面的地府偷久 因为线行的话可以封特技 然后的话对面地府的话 才能够辞出来 铲上面没有两个归宿的情况下 情况 那做不到这一点 关键翻的话鬼也拿起 那比赛的话就五回合 那我们下期再见 小弟们就五回合 宝宝的话 归宿 这个归宿蛮好的 可能是那种近台护盾 如何点控制中 把运畅饭都辞肉 还挺帮给你 便得很重 находится 数周将